城展拳,你去哪裏? 去菠蘿巴自然究竟? 我何時說由你去大陸? 咦?沒有嗎? 大家好,剛剛過了中秋 又開始進入行山季節 今天和大家來到城門水塘 可以輕鬆行山之餘 又可以拍一輯美照 我們在城門水塘的西霸總站下車 沿著車路走大約18分鐘左右 就到東霸 位於新界中部的城門水塘 在1923年就開始興建 是聚焦彎防線的一部分 是香港保衛戰的遺跡之一 其中主壩、鐵橋、水製房和中營日漏口 現在都被定為一級歷史建築物 水塘的紀念碑更加是法定估值 歷史相當悠久 雖然比大帽山、草山和針山 這些又高又斜的山包為主 但是城門水塘的路程都算輕鬆 適合一家大小交遊之餘 亦適合一眾的攝影愛好者 一手相機、一手腳架和整袋鏡頭一起走 但是如果想縮短路程 就可以沿路接返到菠蘿巴自然教育景 再沿著教育景走 就去到下個拍照位 不過當然都可以走整個水塘 兩排參天的樹 是否很有莊嚴的感覺 有不少電影和MV都在這裡取景 這個取景加上我的表情 是否熟口熟臉呢 作一絲少少鬥志 祈求得破滿谷 闖一次 城門水塘另一個影相位 當然就是八千層樹林 當水塘的水位上升的時候 就會出現水浸八千層 平靜的水塘影照出倒影 畫面相當淡淡 即使水位低的時候 露出的八千層樹根 也有另一番神秘魔幻感 而不太多這類打卡相 不如試用紅外線拍攝吧 想玩紅外線拍攝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直接把不同波長的紅外線filter 裝上鏡頭 但是這個方法需要用到慢拍 而且需要較長的曝光時間 所以拍攝之前 我們就要構好圖 和對好招 而且一定要用腳架 另一種就是改機 直接拆了相機Sensor前面 那塊阻擋紅外線的HotMirror 這樣就做到手持拍攝 不用麻拍了 我們不同的資深白人和會員 都去過水塘紅外線拍攝 水塘變成冰天雪地 又或者是夢幻的糖果色 雖然是同一個景 但是感覺是不是很不同 很浪漫呢 城門水塘有不少野生動物 雖然很可愛 但是記得不要餵字 或者騷擾牠們 由於我們太喜歡行山的關係 所以走到天都黑了 所以今集就和大家看著這麼多 如果想知道更多好去處 就記得留意下一集的 攝影好去處 Bye Bye 好,Cut OK 你回公司那邊 我不回公司了 Bye Bye Bye